都问完了问题 接下来胡院长也给我们带来了 入门级的题目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首诗 少年新疆 茶满天 低头变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 方程道 汇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诗描述的劳动场面出现之前 我们还是要完成下面哪些环节 哪些 那就意味着这是一道 多选题 首先第一我问大家 这首诗描写的是哪一个劳动场面 自信一点 哪个 哪个场面 茶阳 确定吗 确定 你说确定吗 确定 你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你这你得带着村民一块干活的 你肯定得知道 茶阳之前得买种子 买种子的育苗 在育苗之前我们得泥田和霸田 所以ABC你全选了 看这首诗里面好像只有B和C 所以你种子就不买了 借别人家的 自己留着是吧 它就属于那种考试 自己大概知道答案 但又没有信心总觉得ABC都选吗 会不会太满了选的 所以就选了个B和C 正确的答案是 三个都必须有 都必须有 如果没有种子 你后面就无从弹起了 那么有了种子以后 要把种子逼成羊苗 我们就可以去插羊 插羊之前 其实还要把你的田 要放水 要把它离翻过来 对 然后还要再把它霸平 平整了以后 我们看到的水到最后长出来 都是一片一片的平整的 如果不平整 水在放进去 低处的淹死掉 高处的就干死了 所以三个环节都是B系的 就是我们的一年生水到 必须经历的几个环节 千百年来 我们的祖祖辈辈 每年如果你要种稻子 这几件事必须得干 对 所以现在多年生的 哪几个环节可以省略了 刚刚说的 这四个环节都可以省 买种子 羽羊 梨田 梨田霸田 我题目里面说的 原来退步是向前 插秧也可以省清